欢迎收看四马云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日 今天一天呢 我们都沉浸在一种喜悦当中 一 中国共产党的生日 99周岁了 外交部群员发言人赵立坚说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99周年华诞 首先 祝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中国共产党的梦想 和中国人民的梦想 是同一个 就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梦想 一定能实现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恰是风华正茂 今天也恰恰是 蓬佩奥之流 特别难受的日子 蓬佩奥之流 靠撒谎 诋毁中国共产党 隔断中国共产党 同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 是在做白日梦 今天是蓬佩奥者滞留 非常难受的日子 因为他一直 甩锅中国恶意的咒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所以今天 中国共产党的 现在取得的成就 以及最新的疫情期间 中国人民 以及世界人民看到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中国人民抗议所取得的成就 中国的事业欣欣向荣 我们日子过得不错 所以 蓬佩奥这之流 应该是心里不太高兴 蓬佩奥不高兴 那我们心里就高兴 还有一件高兴的事 那就是国安法出台了 港版国安法 2020年6月30日 夜里23时开始生效 为什么是夜里23时开始生效 我没有任何官方的渠道 但是我猜想大概是因为 香港基本法呢 从香港回归算起到 2020年的7月1号 已经23年了 23年在香港基本法当中 明确载明了 23条立法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立法 要香港自己履行限制责任 但是香港回归23年 基本法出台30年 23条立法就是实行不了 不但实行不了 反横遭破坏 反倒是有些人制造不同的话题 来破坏香港的热闹 破坏香港的稳定 通过香港作为反共反华的敲头堡 没办法 只好由中央出手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 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一步 港版国安法来应对这种局面 我说了这么长的话 大概一次就说 等也等了 人也忍了 让也让了 惯也惯了 结果是越惯 这人呢越闹得厉害 蹬鼻子上脸 越惯 坏人被惯得更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央出台 霹雳手段出台 港版国安法 好家伙 现在出台的时间不到一天 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可喜的局面 可喜局面之一 就跟暴风雨来临之前 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都开始有表现 有的不回潮 乱飞的 有的满地乱窜的 有的行为举止 反常的 我们以前的节目都就跟大家讲了 陈房安生 表示说 他呢 要脱离政治生活 我80岁了回去还一弄孙女儿死了 他呢 心情不好 啊 那位作家啊 港闹先生 他呢 表示说 要回归那笔墨文字 要专心去写作 那个长得像猴子一样的年轻人 哈哈 坏事干的最多 他表示要革命啊 要光荣革命 现在呢 一遍又一遍宣布说 迫于行事 行事不得已 我退出这个组织 我退出那个组织 哈哈 还有那个李志英 李志英大佬 也是惶惶不可中日 自己要求离开香港 在三次要求离开 都没有获准 还有那个李住民呢 要求说 他呢 其实是一直拥护一国两制的 他呢 是坚持认为 23条立法是有道理的 他坚持说 揽炒是不对的 年轻人胡搞 破坏了香港的形象 等等等等 这些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不止一次讲了 我是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后的那样一种呢 社会上的躁动 好现象 还有一些大家知道不知道 知道不知道 以李嘉诚先生为代表的香港的地产商 他们纷纷表示拥护国安法 还有一个大家知道 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 曾经在孟晚舟的事情上站在英美国 美国有关方面的立场上提供了所谓唯一的证据来证明 孟晚舟有罪 汇丰银行为了自己的生存 那是做的相当不地道的 但是面对港版国安法出台重压之下这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钱在香港赚在中国大陆赚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地方银行总部在伦敦 生意在香港转弯了 改向了 改向了 拥护国安法了 拥护国安法还有很多很多这类现象 由此说明 所谓过去我们经常用的词叫做无产机器专政的铁拳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的解决或者是国家机器这样的力量一旦的重磅出击那还真是有力量打个比方说等了你三十年呢 二十三年回归你们坚持在这个问题上没完没了那好啊那就既然是等不来这个结果你们自己不能啊履行的限制责任那好中央出手中央出手的结果那说句我们胡同隔壁王奶奶喜欢说的话那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吃罚酒的结果承受不起吧承受不起就要跑吧就要跑路对不对 当然也有一些不知死的也有一些那被煽动起来的也有一些脑筋转弯慢的有一些因为智商方面的原因在街上跟着闹的还有人以为美国的狗粮依然可以再吃的殊不知 第一美国所谓国际新闻署现在的全名叫美国国际媒体署的这个经费没有了殊不知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后现在的香港的阿瑟 阿瑟上街抓人的时候是依据港版国安法第一天实行就开始依据这个法律上街拿人了 该抓尽抓应抓尽抓 总的来说香港那些呢在一段时间里面果乱上街生事的人 现在呢东旺旺西旺旺越来越少了 有一个问题既然是现在上街零零星星的没几个根本成不了气候到七这样的大日子居然也没有办法救济起来 那原来比方说去年的时候为什么搞的动静那么大呀 这里边有两个效应 一个效应叫遮面效应 8.5起来 比方说香港公务员甚至包括香港航空公司的职员白天上班的时候嗨嗨相当斯文 温文尔雅 手机里讲礼貌有法治精神 但是到晚上把口罩一戴上街那就开始大party杀人越货开始呢放火打砸啊打砸警车 戴上口罩以后啊他就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人格在这做了一个新的设定啊面具效应或者叫口罩效应 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讲的破窗效应 既然你执法这么软香港阿瑟不抓抓了之后就放那没事啊既然是没关系和乐不为啊 于是香港一些年轻人在那些媒体的鼓动之下他们就纷纷做了香港社会的破坏分子 这次出台的国安法我刚刚对话完了著名的香港问题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学术研究部主任吕翔先生 他说这次国安法呀没有追溯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香港这次出台的港版国安法对于在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前2020年6月30号晚上23点之前你在香港那些事儿 对不起我们不追溯这个词用我们胡同的话说就叫既往不咎 但是对不起如果你在有新的罪行的话 此前的那些行为将被作为一个背景存在 由此证明你早就有此类的动机 所以呢目标在于呢稳定香港目标在于反对那些呢破坏香港稳定进而破坏中国发展大局的那些犯罪行为 而不是立足于惩罚 所以以前呢包括黎智英等人在内如果不是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你没必要跑啊你跑什么跑啊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跑了又怎么样呢 在香港的法律当中啊就现在我们不说国安法 我们说香港的普通法系如果你跑 即使你没有罪你跑了这件事 那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黑痘痘记上来 对你来说要记一辈子 在香港的这次国安法出来之前呢香港的局面应该说某种程度上是失控的 因此必须说敬酒不吃吃罚酒 港版国安法是逼出来的 本来送中这事不值得大做文章 刑事犯罪分子在台湾杀了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孩子 于是乎双命在身 香港那小子在台湾台湾杀人了 那这件事情在两岸几地引起巨大的震动 那香港社会首先提出来说这双命在身呢 这种事情的引渡啊 那在台湾犯罪从台湾引渡到香港 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没有引渡 那怎么可能从台湾引渡呢 因此要健全法律大陆的法律和香港的法律 要有个结合 因此香港方面非常善意 以林郑月娥为代表的香港特首就提出来 有个送中条例 我们大家是不是 其实严格来说这还不是二十三条立法 可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大闹而特闹 结果导致所谓反送中引发香港社会的骚乱 黑暴爆孔大学校园里边制造恐怖 飞机都没法飞了游客都被打了 好活生生的把一个本来可以加强香港和内地的 这种司法制度联系的这么一件事情 引发了社会的大骚乱 于是美国老太太跑来说 哎呦 这是香港美丽的风景线 香港的美丽的风景线 眨眼的功夫 就美到美丽坚去了 美丽坚今天什么样子 我们都看得到 关于这次港版国安法出台 速度这么快 很多人 吕湘先生说 没有想到 但是吕湘先生也说 虽然一个月的时间 港版国安法就以极快的速度出台了 可是这个速度还是没有 比美国的国家安全法出台更快 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法 全名叫美国爱国者法案 爱国者法案吧 美国FBA的各种职权 贯彻在行动当中 几天的时间 有人说了一下 统计了一下 说四天的时间就出台了 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四天就出台了 中国的法案呢 是用相当长的时间酝酿 进入司法程序 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港版国安法实行的第一天 我们还看到呢 夜里公布的这个港版国安法 六十条全文粗粗读下来 还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 那就是这个法律相当完备 不但在立法问题上扯得很清楚 在司法的问题上扯得很清楚 大家知道中央呢 在香港呢 本来就有中联办 这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办公室 在那呢 它有很多事情和香港方面协调 还有一个就是外交部的叫做特派员公署 因为香港呢是作为一个特别行动区 它是没有外交权的 因此有很多事情 国际社会国际组织 要和外要用外交部来办理 这是个办事机构 第三个驻香港的机构 那就驻军了 没有国防的权力 现在呢 加上一个呢 这个国安公署 一共是四个机构在里面 四个机构相互直接是不违和的 沈春耀先生 关于国安公署的工作呢 不受特区政府的领导 关公署的工作呢 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 在全国人大的领导之下 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关系 那离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 是我们乐意见到的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结果 在这个结果 在香港完全是正方向的 除了刚才我说不追溯啊 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必要的 因此而惊慌 香港的商界地产界 包括一些演艺界的大牢 也表现出了一种心理心安的迹象 知道吗 在香港 包括像汇丰银行这样的机构 包括呢 像地产地产商这样的机构 你有钱 你有钱他们黑豹啊 你支持或者你态度暧昧 砸你的物业 哪个大楼也经不起砸呀 所以呢 去年李嘉诚先生 他发表了一个意见 那个著名的摘瓜 大家知道吧 为什么要说的那么暧昧 那么含糊 那么失忆啊 不是这老头非要失忆 是因为他的表达必须的 别把街上这帮黑豹分子惹着了 我这么说可以这么理解 也可以这么理解 完全可以想象 对中国古诗文没有特别兴趣的李嘉诚先生 为什么要这样惹不起呀 好了 现在简单了 港版国安法出台 黑豹分子再去砸物业 不可能了 不但是李嘉诚的物业你砸不了 汇丰银行你砸不了了 你砸汇丰银行 那也不行啊 汇丰银行啊 现在呢安定下来了 虽然他们干了一些坏事 比方说孟晚舟的事情 啥 但是汇丰银行在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后 英国方面也观察到 它的货币发行权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是希望汇丰银行继续在香港繁荣过程当中的起到正面的作用 最后再跟各位说说 关于香港这个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后啊 和内地的一些联动问题 基本的理解是这样 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由于中央的立法 特区的一号长官特首是国安的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 那就要首先协同香港的警务处 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人来负责国安案件的侦破工作 第二 那就是特首去专门协调律证司 就相当于检察院吧 律证司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 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案件的这个检控问题 第三 特首作为国安的第一负责人 他负责呢来挑选合适的法官 设立专门的法院里边的机构 然后来负责国家安全的案件的审理问题 听清楚吧 公检法三个方面都有了 那在公检法之上是个什么机构呢 国安公署 那国安公署只是一个领导机构 不 依照公安法 这个公安公署 他有权利直接执法 李翔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他说那好比是一个守门员 前边的公检法挤到 如果发现的球漏过来 守门员在这把球捡起来 一脚踢出去 甚至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有些案件呢 直接移送到大陆来 直接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 由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提起公诉 当然这要是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这个来进行判断了 所以呢 这套法律李翔先生评论说 这个港版公安法制定的这么严密 具有非常强的明确性 具有非常强的这个针对性 可操作性 这是了不得的 我们对香港的外籍法官很多人都有意见 说你看犯罪 抓了之后戴着假发套的一看 是个老外 那还有人说 广东话呢 但戏呢 戴着那个发套 戏个外国人 这一次港版公安法对于你是哪国人 没有做专门的规定 但是呢 你无论是哪国人 如果选定你作为这个法律的这个审判者 那好 你呢就必须严格执行这个法律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部分培训性的工作 无论是警务署 警务处 还是呢 那绿政司 还是呢 香港的法院的法官 都有一些培训性的工作来做 过去呢 香港的普通法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大 在国安法这个方面 他这个自由裁量权要和呢 大陆的所谓大陆法系相衔接 自由裁量权恐怕就没有那么大 美国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各个州也是管不了的 这是联邦政府的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 所以人们议论最多的 美国方面呢 自是呢 对香港呢 有影响力 先是呢 发表声明 不断的谈话 而后又有一个所谓香港人权法案 还要呢 惩治所谓的大陆的官员 但是这件事能怎么样呢 吕江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评论 他说 美国总统老罗斯福有个说法 就要用最轻的声音讲话 但是手里面拿着大棒 今天 人们普遍注意到的 今天的美国对于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这类问题 他们是用最粗暴的语言讲话 但是手里面拿了一根火柴棍 火柴棍打人有用吗 我在东北乡下的时候 有一句流行的话 有个俏皮科 叫做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因为麻杆又细又脆 你很长 举起来之后狼害怕你 你呢 其实也害怕狼 你知道它根本就没用 现在美国人举起的所谓香港人权法案的 这根火柴棍连根麻杆都不如 你奈我何 司马南频道今天就说到这儿